我闺女的生日快到了 我作为她的文盲老父亲 给她买个什么礼物好呢 就是她了 你们听过那首歌吗 叫以父之名 我这是以儿之名 现在是最后的预购机会 不容错过 那什么叫预购呢 预购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 预先购买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还没发布 它是明天11月9号才正式发布 也就是今天晚上24点才正式解锁 在11月9号零点之前 购买的都叫预购 那预购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提前下载 到了零点准时解锁第一时间游玩 另外还赠送奎托斯飞雪盔甲 阿特柔斯飞雪束腰上衣外观道具 这是推进剧情以解锁游戏内置道具 如果不着急的同学 可以买它的光盘版 现在是500多块钱 再加上运费呢 也是500多块钱 如果不喜欢还可以卖掉 那我就不卖了 568港币和人民币你们自己算吧 应该也是500出头 选择支付宝 注意啊 不是支付宝HK 是支付宝 首次购买需要先绑定你的大陆支付宝 现在绑定好了 我收到很多私信 说他们到不了这步 出问题了 根据我的了解 他们所出的问题都和绑定过朋友 或者别人的账号有关 可能触发了PS的安全机制 给大家建议 一是问一下索尼的客服 另外在上网搜索 有的同学是在电脑端解决的 现在只是绑定了我的支付宝账号 并没有购买啊 下一步才是购买 啊 这样就买完了 花钱于无形之中 左侧是PS5 预购盔甲和竖腰上衣 其他版本 下边是PS4的版本 那我下载PS5版 98.52G 下面看一下是否购买成功 我们先进入商店 来到三个点 更多 后边是什么 福利萨 杀戮 魔人波 三大帽子 这有一个交易记录 查看最近这一个月的 2022年11月8号 战神 诸神黄昏 568港币 说明钱已经花了 花了钱之后呢 我们在自己的游戏库里面 就可以看见 哦 没有 怎么办呢 这是盐装 在您的收藏里面 第一个就是战神5 正在下载 26.41Gb 希望我的女儿喜欢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有很多同学说 老婆不让买游戏 老婆不让买PS5之类的 其实你们可以以孩子的名义 来买这些东西 就说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 提前开发 还有陶冶孩子的性情 陶冶情操 我估计能谋混过关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种游戏光盘是可以卖的 也付不了几个钱 准赚不赔 或者说至少比玩手游强 是不是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小朋友 谢谢大家